在福建莆田一家夜总会走穴的场景 当时这家夜总会很早就把这个款项打到了他的经纪人的账户上 希望他到这来一趟 以帮助这家夜总会出名 结果现场确实是这样 乌洋乌洋的来了好些个人 郭文梅在台上唱了两首歌 底下不断有人喊 郭文梅我爱你 郭文梅我喜欢你 郭文梅我崇拜你 有很多人挤上来想要和他照相 我不看这张照片大家就能看出来 郭文梅在现场 他的眼神不是迷茫而是自信 他的神态不是谦卑而是骄傲 给我们的感觉就像个小公主一般 根本不像说这个人被中国的公共舆论给骂得大半年的样子 而且现场呢 在这个夜总会的宣传屏幕上打出了这个嘴啊 性感与天真并存 风歌小天后 你听的 这炒作的 非常像一个大明星光临这个三线城市的一个夜总会 而且主持人跟郭文梅沟通的时候说能不能说你一点隐私性话题啊 郭文梅说我不谈我的隐私 那样下边跟观众怎么互动啊 郭文梅说你就问谁知道我的生日 说出来有讲 主持人就 谁知道你生日 怎么不知道呢 我那微博上面都写着呢 我生日 你看 他还真拿自我当这个大明星 那么这也不怪郭文梅拥有这样的自信 去那下半年以来呢 我们看有杂志去采访了 给他做独家报道 然后有经济公司找到他要跟他签约 那么这样一种氛围 不仅没有使郭文梅被边缘化远离公众关注的视野 而使他回到了公众关注的这个焦点当中 我相信他也因此获利不少 那么这个不是我在依照郭文梅这件事 确实有现实的证据 咱们下面一起看看郭文梅在去年下半年经历了哪些人的对方 2011年6月20日 郭美美因为在网上公开炫耀奢华生活 而迅速遭到网友的言论围攻 两个月后 在漫天的质疑和批评声中 躲避一时的郭美美又高调进入公众视野 8月15日 郭美美在微博留言称 郭美美工作室已经成立 她将全身心投入工作 希望将来有更大的能力回报社会 在网上出现一首名为《林丹Girl》的歌曲 演唱者正是郭美美 虽然网友对歌曲的评论几乎全部倒向负面 但是短短一周时间 歌曲点击率竟然突破550万次大关 12月8日 郭美美淘宝网店开张 网页上出现她亲自做模特拍摄的商品照片 消息一经发出迅速引起数千名网友围观 在经历了一次非正常的成名 以及随后的沉寂之后 郭美美迅速转变角色 不禁让人们疑惑 是什么在支撑着她高调回到公众视野 是谁在万般质疑之后 依然追捧这位话题人物 刚才我们看了嘛 郭美美在这段视频里边 你要说她是顶级大明星谈不上 可是特别像个二三线的小明星 受到追捧这种状况 当然有的人很同情的 她不就跟一个女孩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assenourа fingertip定您的侧溝 记得 Having 感 sty 将君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和人的地位就不平等 所以这个炫富是由于贫富差距拉大 而带来着人的一种观察感 那么这一点来看 郭文美不过是炫富 这个大军当中的普通员 我们也不能把板子过多的打到他身上 但是第二点特别值得注意 就是起码你炫富并不是光彩的行为 也并不是一种绝对道德的行为 法律上有那么一句话 叫人不能从非法的行为中获益 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 那么同样 人不能从不道德的行为当中获益 一位27岁的女孩 一位炫耀奢华生活 沾惹慈善丑闻 迅速引发社会轩然大波 短暂消失之后 她高调宣布进入娱乐圈 发单曲 商演 电视访谈 是公众在消费郭美美 还是郭美美在炒作自己 老梁观世界 为你解读 郭美美真有人捧 可是我们看 郭美美当前我们视频当中 看到这些待遇 其实以前她没有这么大名气 可是她从这种不光彩行为当中 获得了名气 而这种不光彩行为 给她带来的名气 又给她带来了一系列的利益 这就是我说 人从不道德行为当中获益 这个是我们必须警惕和构定的 你比方说 我们社会当中这现象 你会经常发现有这情况 我举几个例子 比方说在过去的中国农村 某家的这个女孩 哪怕是谈恋爱 就两个人谈恋爱黄来 往往都有人指指点点 当然这很封建 可是现在某些地方发展成什么了 比方说 这个农村里边 有某家的女孩出去打工了 带啥咱就不说了 回来以后 披肩带银的穿着 花钱给家里盖房子了 你会发现 农村里边有很多人 这个羡慕 你看人家那姑娘多有出镜 我相信这个现象 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您心里有说 生活当中有没有 再比方说 有的地方这个人 天天随理随不够了 怎么办呢 我得捞回来 怎么捞呢 给我老娘做六十大寿 隔两年又想捞钱了 给我老娘做六十大寿 给我老娘做六十大寿 她母亲过三遍六十岁生 大伙都随分的给钱 反正我搂了钱就好办了 咱们再说城市里边 比方说在大街上 咱们不少朋友开车 开车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不道德又瞎担着 她得好就先走了 你这老老实实排队的 你就倒了没了 就耽误事 也就是说 在我们社会当中 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 不道德行为获利了 而且这种不道德行为呢 逐渐获利多了以后 没有受到什么惩罚 得好处了 就会有更多人羡慕她 而头身都不道德当中 那么这种事 像刚才类似郭美美的 比她干的极端的 还有不少 你比方说网络上曾经一度 流传的那几个著名的网络人物 什么凤姐 什么干碌碌 还有什么兽数 这些人就是通过自己 不道德或者丑陋行为 直接获益的 典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感谢观看